房市的春宴是不是也来了呢 那么春节九天的廉价 待看率比去年的这个时候多了一到两成啊 也让三二九房市党期提前引爆 同时呢央行总裁彭怀南 人家说他是打房总裁 他们家对面房子超贵 现在是八十到一百万一瓶 那么在都更之后可能要上看一百三十万一瓶了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九位总裁彭怀南就住在大安区丽水街 这一栋三十年老旧公寓 当年一瓶六万购入 现在总价值粗估至少三千四百万元 所以算单瓶就要八十五到九十万元 想当彭总家对面邻居 现在你每瓶至少得多花四十万以上 镇地八百瓶 这块地已经开始计划都更 鉴于丽水永康清田 是大安区黄金三角地带 附近还有金华新生明星学校 在新一线东门站开通后 行情水涨船高 未来平向七十瓶以上豪宅 都更后单瓶最高寒价一百四十万元 不便宜一百万以上都跑不掉 那大概还是会有一个特色 如果说它的基地是比较大的 通常它的价格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相对来讲 永康界这一代 大概都三四十年的老社区为主 所以你要去取得 比较大型的土地并不容易 附近一代都更预定地已经超过七件以上 小龙年房市景气回温 趁着过年九天廉价 不少人提前看屋 往年比起来的话 今年我想大概多个一到两成是跑不掉的 所以三二九档期效应是有提前 确实 资金充沛利率第一村节房市 现村业比去年同期成长一到两成左右 再加上预售市场 让原本房仲业者期待的三二九档期 提前在二月引爆 特战争仁沛网嘉玲 台北报道